宝可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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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豪 嗨 我是宝可梦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 也欢迎你先订阅我们的频道 然后也别忘了五星评价喔 今天的主题是 超商支付懒人回馈排行榜 来啰 嗨 我是宝可梦 欢迎回到宝可梦卡豪 今天来跟大家聊一下 大家最在乎的超商刷卡 或者是超商支付 怎么样才有回馈 这个非常有趣 玉山的Unicar上市 然后它有针对 任意选的部分有八个选项 其中有什么LiPay接口 大家就在问说 我如果把Unicar绑定在LiPay或是接口 然后在小七或是全家支付有回馈 其实这个应该要等肉测出来才会知道结果 因为大家现在都还没有卡片 我也还没拿到 所以我没有办法马上帮大家做实测 但基本上是没有回馈的 它的活动细项里面 它有写到说 只要是超商的交易都排除 这就没有办法 因为银行都这样子写了 也许它早期就是没有设定成功 所以你可能有第一期第二期可以去吃到回馈 但是这种事情只要在网络上渲染开来 其实他们知道马上就疯掉了 所以如果你们期待我在我的社群片栏上面去讲这件事情 我跟你讲 我一讲他们就疯了 因为他们都 对吧 他们都跟我合作了 怎么可能会不看我的东西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大家一定要保持低调 或者是我会把相关的资讯放在我们的Line社群里面 请你要加入Line社群之后 就可以在这边大言不会的问这个问题 因为里面的话 我把大家的资料都抓得很好 在里面绝对没有银行人员在里面 所以你就不用担心 里面的话你要问我什么刷卡回馈的妙招什么的 我都会教你 所以请你要加入我们的Line社群 回到我们的主题 就是超商支付要怎么样才能够拿到高额回馈 或者是说怎么刷才有回馈 因为很多人在超商都是随便用现金 或者是觉得说我用LinePay就好 反正他有指定的合作几个银行 但是这些银行的回馈其实都是不给的 比如说你早期可能会用台信阿库库卡 然后他通过台信Pay什么的在里面就可以有回馈 但他后来全部都排除了 因为他连缴费都砍掉了 所以你就必须要搭配这种真的有明定有回馈的 你才拿得到 第一个我要推荐的是台北富邦的Open Possible联名卡 他只要榜定在Open钱包里面 在小期做支付就有2%的回馈 一个月好像可以刷到1万块左右都有 超过的部分就是剩下一%无上限 他的Open Possible联名卡的回馈 必须要就是下一期有新增消费才能够折底掉 所以如果你只刷这一期的账单 但是你下一期没有做消费 他其实就会挂在账上 他虽然说不会说会过期的问题 但我觉得还是尽早把它使用掉 会比较安心 所以这是一个选项就是2%的 所以你用这张卡片搭配Open钱包 在小期的支付就是有2%了 这是你可以参考的 第二张是3%的卡片 是中信的Omic卡 它是你用拍钱包或是Honey Pay的话 你可以拿到3%回馈 它回馈的就是他们的中信点 这中信点半年之内会过期 所以你就是点数进来 要赶快把它用掉 一个月可以刷1万块钱 可以拿300 这个回馈也是稍微有点降低的 但是如果你要用的话 还是可以的 第三张是台新的太阳玫瑰卡 它有3.8%的点数回馈 无上限 那么你只要把你的权益 转换到新的卡片 叫天天刷 你在小期或全家 用这张卡片直接感应支付 或者是打开你的台新Pay 然后用这张卡片出示的QR Code 来做结账都有回馈 所以这也是一个很简单 很无脑拿到高额回馈的部分 还有一张刚刚忘记讲了 就是国泰斯瓦的Cube卡 它的基金选里面 它有针对全家跟小七有给予2%的点数回馈 但是我觉得这个点数回馈 实在是有点太少了 尤其是以前是3% 现在变成2% 所以我就不太去推荐它 再来就是高回馈的卡组 比如说永丰银行的现金回馈 它有提供4%的回馈 它的所谓的绿色ESG的通路里面 就有包含Yoyo卡自动加值 它基本上是讲说 指定通路刷卡有5% 它是1%无上限再加上4%加码 但是Yoyo卡的自动加值 其实是不算是一般的消费 所以你只能够拿到4%回馈 回退一下 你上限每一个人可以刷7500元 所以你在小七或是全家 可以刷到这么高 你用这张卡片是可以的 这张卡片我觉得还有一点很厉害 就是我会拿去用的 就是你在比如说大润发 或者是你在家乐福里面的消费 可以用Yoyo卡扣款 可以 那是不是也可以拿到4%回馈 可以 这个都比他们自己发行的 专门的联名卡回馈要高了 我最常做的就是 我去家乐福除值我的家乐福钱包 然后请他扣Yoyo卡的金额 不足500它就会自动加值 最高一次可以除值1000元 那7500我是不是可以除值7次 都还有剩对不对 那我就可以完整的拿到 这个4%的回馈 那这些除值在钱包里面的钱 我就可以转赠给我的妈妈 因为她都会去家乐福买东西 她就不用再付钱 那或者是我会在每个月1号的时候 在我们的大户Telgon群组里面来发钱 也都是用这种存进去的 那还有一张呢 是永丰银行的大户现金回馈预计卡 她也是针对这个Yoyo卡自动加值的部分 有5%的这个现金回馈 那她上线每个月可以刷6000 比较少一点点 可以拿到300 但我觉得也是很好用了 所以呢 这两张卡片每个月只要出好足满 其实我每个月都可以 就是有1万2 1万3的额度 然后呢 可以给我妈妈 或者是回馈给粉丝 所以这个我个人觉得 是我很乐意去做的 因为与其白花花的钱出去 那我还不如就是刷卡赚一下回馈 然后再来给大家 这个是我很喜欢的 那还有一个是10%的回馈 就是Yoyo卡的自动加值10%呢 是每个月1号早上9点呢 你只要有到这个JCP跟Yoyo卡公司 他们所成立的这个JCP10%的网页做登录 每个月有37500个名额 那么你只要有登录到一张卡片 就是一次自动加值500元给50 那你多登几张就可以多用几次 这也是一个省钱的方式 所以这个呢 我觉得都是大家可以去参考的 那还有另外一种就是 你可以免费吃喝的 很简单 你就是只要跟团办卡 那么我们不限新户 或是旧户都会给予积分嘛 有时候给35积分 有时候给100积分 那有时候最高给到300积分 你这些积分都可以1比1 跟我来兑换这个小7 或是全家的商品券 那这些商品券呢 在每个月1号跟15号你来系统 就是登录之后 那么我在比如说7号跟22号 就是我们活动给大家7天登录的时间 7天登录之后呢 我就会去减合大家资格 然后把你的积分扣掉之后 就会把奖励呢 email给你 那有的时候呢 是直接会到你的户头 有的时候呢 就是会在写个信给你确认 那么你看到这封信之后呢 照着他的规则来把这个奖励 领进去你的户头 你就可以拿去用了 这样不是就是免费的吗 所以如果你也是很喜欢在超商支付的人 那么我很建议你来跟团开户办卡 那么你可以拿到的积分呢 最后都可以换成这些生活消费的 这叫补贴金 我觉得也是一个很不错的做法 那很多人都问说 那你可以把积分换成现金给我吗 我也很想啊 但是我赚的钱如果不够多 我就不可能这样子 就是一直免费的给大家嘛 所以我基本上我比较可以的方式就是 我可以刷卡去购买这些点数 然后呢 透过活动来回馈给大家 这个是我可以去做到的 那你如果是喜欢小七或全家 这些超商支付的话 这一集节目 我们介绍了至少有六种 不同的支付的方式 那你都可以去参考 有需要呢 你就可以参考我们下面的资讯栏 那你就可以把这些卡片办下来 省下更多的钱哦 那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 或任何的想法 也欢迎你就是到粉丝也资讯我 或者是留言 或者是donate都可以 我们有看到的话呢 都会在做节目 给大家回报哦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一个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